这是菲律宾警方与中国警方联合执法画面 画面中菲律宾警方和中国警方联合 打掉了在菲律宾的境外电信诈骗窝点 抓捕了大量在菲律宾从事电信诈骗的中国人 诈骗的时候有多嚣张 逃跑的样子就有多狼狈 面对大量的警方人员的围捕 这群电信诈骗分子之前束手就擒 到处都是在菲律宾从事电诈的中国人 他们从国内奔着高薪前往菲律宾 他们知道菲律宾在做啥 也知道自己要做啥 面对金钱的诱惑他们道德沦丧 然而在菲律宾最危险的并不是从事电信诈骗 最危险的而是被同胞绑架 他们绑架不分职业 只要是中国人在这里就可以卖钱 卖去哪里呢 被绑者要么交赎金要么被撕票 要么就被卖到菲律宾的各大网头园区 在菲律宾的绑架案多针对中国人 绑架者都是穷凶极恶的人 他们有预谋的对进入到他们视野的中国人进行绑架 有时候他们也不讲武德 随机的进行绑架 你开开心心的在小吃店买个包子 结果就被几个绑大妖元的人塞进了车中 结果你就被绑架了 从被抓的绑架分子的嘴中得到 他们绑架的目的就是搞钱 他们来菲律宾就是为了搞钱的 他们有的是在国内饭了事跑出来的 也有是在菲律宾做菠菜的 因为交不出赎身费 只能铤而走险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有时候他们绑架中国人时 还会让被绑者打电话给他的朋友 当他朋友来时并一同绑架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菲律宾发生 一旦被绑架 被绑者可能会被转卖好几次 没错 中国人在菲律宾就是这么的吃香 这是菲律宾警方抓捕的绑架犯的画面 画面中这名绑架者非常的让人看不起 竟然在抓捕现场哭了 哭着要找妈妈 想一想绑架者在绑架的时候那么嚣张 对待被绑着是拳打脚踢的 甚至直接动刀子 当自己为自己犯下的罪要受到审判时 却被吓尿了裤子 强烈建议这群人渣遣返回中国 让中国的法律来审判这群人渣 判他们个无期死刑的 对待在这群人渣遣返回中国